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苏游海滨邹鲁之称的汕头 文化远远流长 风光以你迷人 是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 美食、英歌舞、小公园、南澳岛等文旅标签 助力汕头在各大网络平台频繁出圈 近年来 汕头从重点项目、文旅活动、全产业链等方面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为游客带来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备于汕头、内海湾出海口的 妈语、文旅资源丰富 近年来 龙武区龙腾街道 立足妈语实际、完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打造起海景、古迹、民族、美食、艺术 鱼一体的海岛风景特色鱼村和网红餐饮品牌 吸引妈语兰、妈语湾等旅游特色项目入驻 提升旅游综合服务能力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国庆假期前四天 妈语兰、文旅空间的书店 每天人流量可观 民宿满房 今年7月 妈语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截至目前 我市已有8家4A级旅游景区 其中 两座海岛类型景区 南澳岛和妈语 实现全岛域4A级旅游景区 凸显城市滨海旅游特色 最吸引的一个就是环境 另一个就是整体住宿、餐饮 都是蛮适合大众的 包括我来吃个饭、我来住个书 整体的感觉都很好 包括整体的服务上面 就是给人就很舒服的感觉 打造了说在岛上 一站式的解决你的吃喝玩乐 这样的一个形式 包括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电瓶车 我们会带上我们的住客去环岛 给他介绍我们妈语岛的一些人文风貌 潮汕的一些地区的一些文化 历史 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的小公园街区 同样吸引八方游客 每逢节假日 这里都举办有飞翼体验、文艺展示、美食节、文创市集等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让游客在游览中顶略潮汕文化精髓 第一次来山头 还有一些骑楼 然后会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也有氛围感一点 历史文化感也更强一点点 所以我才穿成旗袍 然后来这里拍照 我觉得这里环境规划得非常好 各有各的特色 牛肉丸、牛肉火锅 随便找一家都非常上水准 非常好 山头是一个外向城市 这些老板早期的时候就是跨过大海向外围 做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勤奋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几年小公园的变化挺大的 从这个环境啊 还有这个服务 还有这个室师各方面的配套都逐步在往上 从商业形态也越来越丰富了 让游客有更丰富、更舒适的体验 让他们来了又想再来 随着山上高铁开通运营 和新建山头高铁站一期站房投入使用 山头融入粤港澳大湾区1.5小时生活圈 越来越多游客利用假期走进山头 国庆期间 山头美食魅力依旧势不可挡 镇邦美食街、龙眼南美食街、珠江美食街等美食打卡地 令游客流连忘返 本来是做了的 但是发现来了这里之后不用攻略了 直接来就可以了 就每一家店都很好吃 然后有石头鹅、山烟、还有朝上牛肉 反正是各种美食吧 我觉得非常好吃 我一直想吃 今年的国庆比往年好了 现在就从早上还得排到往上了 我们朝上美食是非常出名的 山头作为著名巧乡美食之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拓展 去年 山头文旅交出亮眼成绩单 南澳岛入选全国首批河美海岛 小公园开部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 承办智交会、焰火晚会、千人阴歌舞、初花园民俗体验、国庆花车巡游、大型演唱会等活动接连举办 全年接待游客突破五千万人次 接下来 我是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部署 融合提升城市文旅资源活力 作网、会展经济、赛事经济、舌尖经济、夜间经济 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大型演唱会等文旅活动 积极承办各类国家级、省级体育赛事 联动打造吃住行、游购于服务链 激发消费新动能 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国庆长假期间 我是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让广大市民游客感受节价制的邪庆氛围和潮汕传统文化的魅力 近日 庆国庆区立百千万营盛会分进新征程 善途市庆国庆 即网络公益文艺晚会 在金平区大华街道举办 晚会由市委网新办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贸族会指导 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金平区总工会 大华街道党工委 新和艺术发展指导中心主办 晚会通过乐器 舞蹈 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展现了干部群众奋发有为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本次的活动更好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怀 在今后会更多更好贴切民生 服务民众的文化活动 10月1号到3号 由市委宣传部 城海区委宣传部指导 东里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东里镇复联等在东里镇张宁谷港举行 文艺剧能百千万 乔薰祝梦贺国庆 新时代朝乔主题文艺展演 即乔峰新时级 助推百千万张宁谷港 国庆欢乐集市活动 用舞蹈 演奏和朗诵等 重温革命先辈 可歌可泣 浴血奋战的 光辉历程 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党爱国之情 活动设置国庆欢乐集市 东里特色展销区 欢乐生活购物集市区和文旅美食区 聚焦消费家文旅 业态融合 花式炒矿加潮流集市创意体验 打造了一场视觉 听觉味觉结局的文化盛宴 今天我们摊位设计的是新中式风格 主要还是想弘扬一下我们的潮汕传统 潮文化 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还有更多其他这样的活动 能够为我们的百千万工程 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近日 是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全市法院 比赛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合唱比赛 我的中国心永远跟党走 我们走在大陆上 爱我中华等一首首激情澎湃的歌曲 抄发对党的深厚情感 和对祖国的真诚祝福 全是法院人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比赛评出了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以及最佳风采奖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马强 汕头中院党组书记院长万云峰等 出席活动 10月4号5号下午到晚上 中共汕头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汕头市金品区委组织部 在小公园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举办 金采飞移四海生平 飞移人才市集国庆专场 飞移传承人 工艺美术大师 文艺专家等人才 组织17项特色的飞移项目 工艺技艺和文艺展演 包括剪纸 木雕 嵌词 潮秀珠秀等 让市民游客一同感受潮汕文化底蕴 体验飞移魅力 在手工印尼制作技艺与印章撞客技艺展区 在师傅的指导下 市民游客操作着撞客刀在印石上 续续切下 在方寸间体验飞移之美 参与印章打卡 今天我带来了印章跟印尼 两个飞移记忆的一个体验的一些工具 和一些材料 给到市民来体验 来游玩 感受飞移文化的魅力 这里很热闹 很有节日气氛 有剪纸 有刻印章 还有屏内画 很有趣 近日 市委老干部局是老龄委办 市老年书画研究会 联合在市委老干部服务中心举办 汉墨飘香迎盛世 诗书异彩续华章 国庆书画作品展 展出老年书画爱好者的作品110幅 主办方希望通过展览 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老年书画艺术的魅力 感受到老年朋友对祖国的热爱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10月1号 发生在泰国曼谷北郊的 沿学巴士燃烧事故 牵动人心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响应太方请求 快速联系汕头市委外办 在国庆公众假期期间 调配一批烧山膏 这批烧山膏于2号从产地汕头 运抵曼谷 为事故受伤者提供及时救治 前后耗时仅用15小时 对此 泰方向中方表示诚挚谢意 称赞此举张显两国兄弟情谊 泰国曼谷沿雪巴士燃烧 导致多人严重烧伤 当天 泰国政府紧急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请求援助一批汕头生产的 美宝湿润烧伤膏 获悉后 汕头市委外办第一时间联系有关厂家 并寻找到次日赴泰国的旅行团 将药品转交给旅行团领队 搭载从汕头起飞的9C6193次航班 在泰国当地时间2号下午3时许 运抵曼谷 接到任务 我们迅速开展行动 刻不容缓 调动一切的有力资源 连约联系汕头美宝制药公司 摸查第一时间把药品送到患者的渠道 次日的下午3点 美宝湿润烧伤膏 以最快的速度 运抵曼谷 朗满国际机场 中泰一家亲 患难见真情 此次泰方所需的湿润烧伤膏 是我是大健康企业 美宝制药支柱产品 在全国烧伤医疗应用领域 占据龙头地位 得知泰方有救治伤者的药物需求 企业在放假期间特事特办 连夜协调多个部门 做好发运准备 善特旅游总公司 也快速找到第二天 即将飞往曼谷的旅行团 做好各种预案 完成此次爱心接力 我们作为制药企业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光荣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说如果泰国那边 继续需要我们的药物 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 我马上就召集我们公司的海外部 跟我们那个票物的落实 另外我们通过有四伪外办的领导 去跟那个海关有关部门 跟边界有关部门也协调一下 我们汕头机场也有人在配合我们 全程让他不要把它拆开 然后直接把这两个包就完整的 就直接拖映到曼谷机场 然后曼谷机场那边的我们又派专人 去把这两个包取出来 然后交给我们那边的大使馆 此次救援行动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汕头市委外办 汕头制药企业 旅行社 朝上机场海关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群策群力 环环相扣 汕头市和曼谷市是友好交流城市 两地轻如兄弟 只要泰国人民有需要 我们汕头外办 择无旁贷 一定会全力以赴 施以援手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广大在外潮商纷纷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请看报道 在这普天同庆 新中国情历75周年之际 国情代表南京朝商商会 祝愿家乡的父老先亲 幸福安康 两大朝银盛会即将召开 我们相信盛会将推动 汕头的高质量发展 加强前九朝银的联系与活作 让我们伟大的祖国 三合锦绣 国泰无能 祝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过去 祝愿祝国黄庸昌盛 我代表 国际朝商经合组织 祝商头 朝人两会 仰满几棒 为家乡三头四 点赞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七十五载 鼎令奔进 书写中国盛世华章 我们为家乡上头的发展变化 感悟祖国伟大 祝愿我们祖国 黄荣参盛 国泰民安 祝愿家乡上头的发展 越来越好 力祝朝人两大社会 在上头成功举办 大家一起相聚上头 共化发展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立七十五周年 祝祖国黄庸昌盛 国泰民安 欲祝上头两大圣会 许多圆满成功 祝贺上头两大朝人圣会 圆满几棒 为家乡上头点赞 我是各级劳模表示 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为汕头 为祖国建设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请看报道 能够生活在 一座上海而生 因港而立 因桥而新的城市 我感到无必骄傲 我将以更加热情 饱满的精神 投身到港口建设中来 祝福上头越来越好 为上头的明天点赞 预祝两大圣会顺利召开 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 来到上头 祝福祖国 黄中参胜 国泰民安 山河壮丽 国印昌龙 我将手出心 单使命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干劲 全力以赴支持 2024年上头两大圣会 为实现电网高质量发展 为上头在新时代 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奉献自己的力量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参胜 人民幸福安堪 那么很快 我们也将迎来两大圣会 这将是上头发展的 众佑里程碑 我们将振奋精神 继续围绕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的发展战略 为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 贡献金融智慧和力量 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 继续致力于欠慈记忆的保护和发展 更好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祝愿上头的发展 蒸蒸日上 再创辉煌 祝福两大圣会胜利举行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继续关注2024中数大会嘉宾专访 在2024中数大会开幕活动上 一批投资总额达170亿元的数字经济项目落地扇头 开补数字科技广东有钱公司是签约企业之一 企业作为AGI时代全战AI产品服务提供商 已累计为2100多家政府客户提供服务 接下来 企业将依托汕头飞翼展示馆 传承基地和潮山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等载体 打造及传承体验教育旅游与一体的 飞翼融合发展平台 以人工智能赋能汕头智慧文旅 让汕头文旅活起来 汕头的这个华侨的这个实验区的话呢 因为它是以经济文化合作区嘛 所以我们跟我们这个人文和科技 两家就说来携手的话呢 是非常契合和有吸引力的 我们围绕着用户的需求 去做未来的这种适合 这个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文旅的新业态 然后我们去推动整个 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创新 以沉浸式的方式就是全方位的感知 就是说我们会把历史的穿越 这种类似于元宇宙的这种穿越 我们会把它古今中外的这种 让人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到 它的这个氛围 然后呢通过这个氛围的话呢 我们更好地去 就是说来铭记历史 然后呢去更好的面向未来 近日汉头护远通金瓶中心 联合中仪铁通广东汉头分公司 启动汉头护远通金瓶志愿服务 数字化网格化试炼工作 成立四个社区工作站 并依托汉头护远通金瓶中心的 智慧管理系统平台统一调度 目前汉头护远通为老志愿服务网络 通过专人网格智慧调度 实现金瓶区12个街道 170个居委全覆盖 依托咱们的网格化的服务管理 深入推进那个网格加围老服务工作 加强对独居空巢高龄老人的关爱服务 金瓶区划分了80多个区域网格 我们可以通过设备 看到哪一个志愿者是离老人比较就近的 然后我们可以就近派发一个公单 下发公单给附近的志愿者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